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个神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啊 风布式爬虫的一个人的实际案例 也就是这个搜索网和房地下的这个案例啊 那么我们在讲讲风布式爬虫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当机爬虫我们该如何去写啊 包括以后大家在公司里面 如果你要去写一个风布式爬虫 那么首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啊 首先你这个爬虫能够在当机上面 能够正常的运行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啊 修改一些配置文件 然后的话再把它给更改成那个风布式爬虫啊 风布式爬虫啊 其实将当机啊 爬虫更改成风布式爬虫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啊 你只要设置一下啊 这个redis它的一些连接配置信息 以及爬虫的一些这样的信息就可以了啊 基本上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所以其实一个风布式爬虫啊 你要写好重重之重 还是先要把这个当机爬虫先把它给写好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风布式爬虫的话 我们是以这个啊 搜索网房地下的这个网站啊 为例来跟大家讲解啊 因为这一个网站的话啊 它里面的这个呃 数据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比较适合我们使用这个风布式爬虫去爬虫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啊 这个搜索网房地下这个网站 它里面的这些数据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非常全的啊 基本上在全国各地每一个小区 你在这个上面去搜索都可以搜索得到啊 所以的话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数据是比较有价值 并且比较全的比较全的啊 呃就是啊这个网这个下面的话啊 其实我不讲 我不说我这个课程啊 就单单从这个搜索网房地下这个网站的那个风布式爬虫的这个代码来讲啊 我觉得你都是啊这个代码啊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啊 所以大家在学习完本套课程的时候本套课程以后啊 你绝对是可以把你的手上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课程的那个呃费用把它给一学把它给收回来了 对不对 这个的话是绝对可以的啊 好 那么我们飞个不多说哈 接下来我们来对这个东西这个网站做一个分析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哈是要去爬取整个搜索网上面所有的那个呃数据哈 当然这个数据的话我现在搜索的呃 爬取的是这个呃新房以及这个二手房啊 新房以及这个二手房啊 那么新房和二手房的话啊 你你要告诉我你要爬取的是哪个地方的新房和二手房啊 对对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现在要爬取的是全国各地每一个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 那么你要爬取全国各地每呃 呃全国各地每个城市他的新手新房和二手房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要啊 要要有一个地方的一个真的列表啊 对 那么这个列表在哪里爬取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全国 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下面有一个什么呢 全部658个城市啊 然后我们点击下去啊 这个下面的话 他就列出了全国各地啊 六总共658个城市的那个啊 那个城市的那个呃 链接啊啊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呃 不不不服是吧 然后的话我们点点到这个里面的啊 点到这个里面来点到这个里面的话 可以看到哈 无服是吧 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有这个无服 然后点房点看吗啊 然后如果你点击的是这个什么呢 如果你点击的是这个 比如说安庆啊 那么他这个地方走的话就是安庆点房点看吗啊 安庆点房你干吗啊 然后你在这个下面哈 呃这个这个的话啊 只是那个呃搜房网下面的一个子域名啊 一个子域名啊 然后的话这个的话啊 只是他的一个啊具体某个地方的那个子域名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盘取这个 比如说安庆下面的这个 新房的所有房源信息 那么这次的话 你就应该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 优爱啊 怎么加呢 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可以增加啊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哈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找一个上海 他的那个啊 新房 我点一下新房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上海点房点看母下面啊 然后在前面再给你加个 牛耗死的一个人的子域名 然后后面的话 再加上耗死鞋干 啊耗死鞋干啊 好那么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想的是要去分析一下他的这个URL啊 我们首先第一步啊 首先第一步的话 第一步啊 第一步获取啊 获取 获取所有的什么呢房 呃 城市的那个URL连接 对吧 好第二个的话 什么呢 获取所有城市的新房的 新 新房 新房的URL连接 对不对 好第三个的话 是什么的获取所有城市的二手房的URL连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获取所有城市的URL连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个URL下面去获取到啊 在这个下面的话 全部都有 对 全部都有 我们就可以解析到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获取啊 然后我们获取所有城市的那个新房的连接 那么我们啊上面的话是不是已经可以获取到这个城市的那个URL连接 那么在这个城市的URL连接上面我们需要给它进行改造啊 就给它进行改造 例子啊 例 比如说我们要去更改一下这个安庆啊 那么的话它就是这样的啊 首先的话 它的这个城市的URL连接的话是这个啊 列安庆 安庆的话 它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你要把它给改成这个新房啊 安庆 新房啊 新房的连接 它是这样的啊 它是怎么呢 sb 然后的话 谁干 然后是newhouse.安庆 啊 点房 fnj 呃 点看目 然后的话是house啊 下面s啊 它就通过一个这样的 啊 就是根据你前面这个啊 啊某个地方某个城市的那个URL连接 在这个城市的URL连接前面再加个newhouse点 然后在这个后面再给它加个pass就是house斜杆s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所有安庆 安庆这个城市下面所有的新房的那个连接 好吧 好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把可能叫s可能叫c复利分 然后再到这边可能叫v 哎 这样的话实际就获得到的是这个安庆的所有新房的这个链接啊 对啊 安庆的新房的链接啊 好 这个是安啊 新房是吧 新房 那么二手房该怎么去过去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也是拿这个安庆来讲啊 这个安庆来讲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啊 安庆 安庆二手 安庆二手房 安庆二手房啊 那么安庆二手房该该如何去过去呢 二手二手房的话 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安庆顶房的上面来获取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拿这个上海来讲 比如说我这里面点一下这个二手房啊 我点一下这个二手房 只要的话这里面后面这个东西你不用管啊 你直接再来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它是反过来是个什么呢 它是在啊我们的这个安庆点房点看我的前面再给大家那个二手房点啊那么的话他就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i s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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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这个啊二手房点安庆点房点看嘛对不对 他就是在这个前面给大家那个二手房点点啊 那的话我们再来访问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能加斯福这边来到地方可能加V 嗯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来到了这个安庆的二手房的这个页面啊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安庆二手房的那个页面啊 安庆二手房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去掌握他的这个规则吧 掌握这个U2的规则对不对 那么能既然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个规则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对不对 我们只要在这个下面获取所有城市他的这个获取所有的这个城市他的这个链接啊 然后的话再根据我刚刚说的这套规则获取这个城市对应的这个新房的链接以及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链接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这个的话规律就找到了 但是啊这个规律的话他有个特性他有个特例什么特例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哈他的这个北京这个城市的话北京这个城市哈他的那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话他不是这样来的啊 他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是来到这个北京的房点看部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这时候的话再点一下买新房他来到的是哪里呢 他来到的是直接啊new house房点看部啊 他在这个前面的话就没有加那个什么呢北京了就没有加这个北京了明白是吧 所以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哈 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想要去看一下北京他的这个二手房 那么我这个地方点一下二手房啊他这边是北京对不对 他这边就直接是二手房就不存在那个啊北京点北京点那里那两个东西的对不对 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首都吗北京是首都他就直接将北京的这个啊这个城市的那个新房和二手房就直接定义成啊这个啊子域名的就直接定义成这个这个域名的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有个例外啊北京啊北京啊北京啊是个意外啊 坏啊那个北北京的新房链接啊北京的新房链接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是这个呃来看一下啊新房就是直接是这个new house房点看部啊 他就没有在这个new house后面再给他加一个城市的名字对之前你是安心啊上海这些东西的话他是需要在这个后面再给他加个啊北京的话就不存在了啊北京的话就不存在啊 让北京的二手房链接啊是这个什么呢呃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二手房啊 二手房哈他是直接比较简单的啊呃这个不用管我刚刚讲过了对吧就是这个不用管直接把这个拿回来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个啊他就直接是二手房点房点看部好吧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呃这个房内下下面呃所有的城市他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链接全部都可以获取到全部都会可以获取到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呃提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了对提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啊房地下啊关于这个啊幼儿的分析啊我们就讲到这地方好吧感谢大家